我們非常開心的邀請到賈菜狼本丸團長陳國欣先生來到我們人物專訪 你好 是 主持人好 你好 想請國欣哥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初創業起情動業是甚麼呢 就是覺得說反正自己本來就是吃貨 那現在以前可能做業務現在做一個事業會覺得自己興趣 然後又可以推廣速食的這個行業應該是自己就是做吃的這樣 哦 是 那曾經國欣哥也是吃素食的嗎 之前 在十幾年前不是 十幾年前不是 那是甚麼原因讓你想要吃素 應該是說人家說雞遠道 可是我覺得這麼去講不知道有人覺得是說是不是真的這樣 可是我覺得當時是這樣啦 因為當時那一年其實那時候的我是比現在更瘦 哦 是 真的是尺寸變棒 哇 真的是做這個社團你為了去拍很多東西 哦 是 一開始你去店家人家都不認識你 是 你叫了一堆 嗯 吃不了 哦 然後現在是你有點名氣我現在不敢叫很多 你吃魚要被人認出來了 啊 欸欸欸那個不是國欣哥嗎 嗯 大哥 他會影響大家生意 嗯 原來如此 那或許你轉變吃素之後 因為畢竟在過去的社會速食這類的食物 還是在大街小巷裡面還是不常被看到的 那您當時候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認識到很多不同素食的料理呢 欸應該是說我們自己本身就創一個素食主義的社團 嗯 那這個社團成立是2013年 嗯 那你說當時我吃素的原因是 因為因為那時候 在傳產業那時候我在製造業的時候 我每天的便當那時候我喜歡吃 雞排 哦 是 雞腿 嗯 排骨 嗯 哦都是炸的超好吃的 對 是 可是有一天你吃到 然後吃到自己身體都不知道 那時候的胃食道膩瘤 哦 是 因為胃食道膩瘤的症狀是這樣 你的背部會開始痠痛 嗯 然後你一直打嗝 對 那因為 因為我覺得 做婚食的店家是這樣 嗯 這個有不知道多久就換 沒錯 那你可能的致癌物比較高 嗯 那那你今天吃了 那那時候 我就剛好就是在上班的時候 突然吐了一灘血 噢 是 一灘血分成生的顏色 當時怎麼會這樣 嗯嗯嗯 然後就是血變 嗯 吐血嘛血變 嗯嗯 怎麼那麼嚴重 然後去警察知道 你的胃會破孔啊之類的 哦 是 太多的酸性物質 嗯嗯 所以等於說因為 發生了那一件事情 才讓你轉變 啊其實就是人是這樣 然後就是在你最 最最怎麼講 最跟生死很相關的時候 當時我的前妻就帶我去那個 那個他本來說要帶我去算命 對 算命 然後那一群老師就也叫我算命 嗯 我們去一灘他的佛堂 嗯 那請他說不然你去開法會好了 哈哈哈哈 我想說法會不是一群和尚在那邊講念經 是是是 可是很神奇 那當時他要去三天 哦 我要請假去 是去山裡面嗎 沒有就是 他可能是一個公共佛堂 哦是 發一個大的佛堂 然後就去那裡住三天 嗯 人都來服務好的 一個床鋪好好的 嗯 就一般解育室這樣蠻多人 嗯 進去就看到 那個三尊的大佛 嗯 有那個米勒 米勒 米勒陀佛 米勒陀佛 啊有觀世音菩薩 還有那個 濟公 哦濟公 嗯 一進去就一直打嗝 我不知道為什麼 哦 天啊 可能吃太多的 是 有的美的 是 啊最後一天很神奇 就是 那當時一灌到那時候 有像 一般坊間的那種基神 嗯嗯嗯 他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吃魂了 是是是 不要再吃肉了 是 就給你一個像叫扇子 想一說你不要吃肉 嗯 我好吧 不然你就不吃嘛 嗯 就不吃了又沒什麼 嗯 是 從此上就調整為就是 吃素食了這樣子 對我覺得是說 這種東西就是 第一個是 可能是一個氣魄 嗯 第二個是我覺得是說 是這一種 我們都可以去做的時候 其實 我那時候做業務 嗯 不管去出國 對 不管在業務圈 對 我甚至我們跟我同時去海產店 很簡單 其他炒飯 青菜就可以吃了 嗯是 這個就是畢竟你的飲食習慣而已 是是是了解 那我們在創立這樣的品牌過程當中 想並會有一些遇到一些比較辛苦的地方 那有遇到一些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其實我覺得就很感謝那些 那些應該說粉絲吧 嗯 當時創業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 我覺得不知道能不能形容為之瘋狂 嗯 那時候你很感動 我們都可以問他從哪來 嗯 他說我從 可能我們今天去這個 這個市集 可能在南投 對 甚至在埔里 嗯 有的人好會專程來這樣 嗯是 那你問他如果很近 他就會看到這個訊息 就會專程來 你就會很感動 是 對啊 最遠的地方是從哪邊來呢 就是他從 好像我記得 他好像跟我說他們家住金門 哇 住金門他說 齁齁 好像一直看著粉絲被你燒到 嗯 是 我回台中回哪裡 看到你今天有營業 哇 就趕快來買這樣子 我幾乎每天都在PO 哇 看到你有營業我都專程來買 買一顆覺得他買一顆有點那種紀念價值 是 那因為剛剛有提到說您過去是做那個業務產業的一個工作 那你跳脫到這樣餐飲行業有沒有在可能食材上或是專業領域上的一個部分 有一段一些困難 應該是說我們是算比較有良心的說實在的 嗯 因為第一個我們選的食材是比較高品質 是 不會說像一般的可能是為了利潤 嗯 去做 對 所以我說做素食不一定要賺錢 是 可是 這是對人吃的有益的吧 沒錯 吃的安心這樣子 那你們目前有提供本丸相關的口味是什麼口味呢 目前我們就進入這個四季村品牌就是用三杯辛保肌 嗯 這個是符合比較台灣的口味 而且是完全沒塑料的 是 因為我們有吃過摩斯漢堡 有 第一個他可能是冷凍的 對 好那 吃不飽啦 嗯 吃不飽 是 是 沒錯 所以你們的口味就是有一個三杯杏鮑菇 對 可以讓這些素食者的人可以吃到 葷食的一個樂趣的概念 對 了解 那我們的一個賈菜狼本丸是用什麼樣的理念 去經營這個產業呢 嗯 第一個我都覺得是 半公益悔困的心態 嗯 因為你這個東西是 需要去推廣 是 那像這種 這種飯是算台灣的農業 是 應該 因為我覺得是 有時候 因為我們跟這個米商叫的時候 他說 你這個一個禮拜 你30斤的米都用完 嗯 你看 很快 你看你都用多大的量 嗯 他是這個東西本來就是真的是 每天都會在用的 這個東西最好的食材 嗯 是 了解 等於說我們在做這樣的產業的話 其實食材的嚴選上是非常嚴格的 對 是 那過程當中呢 剛好提到說有可能遠之金門的客人 專程跑這一趟 或是可能其他地區跑這一趟來吃這樣的 本丸的一個部分 那過程當中我遇到什麼樣顧客給予肯定的案例 是您支持自己想要去走下去呢 嗯 我覺得是說這些客人 就是像我們最近在去南投的那個什麼 南干工業區 嗯 那一個佛堂已經算是半山腰很偏遠 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中間去切換的時候 其實已經大概有快一個月時間 嗯 很少他出去 嗯 這些客人看到那個訊息 他說 吼我看到你要來拜 我還怕買不到 哈哈哈哈 是 我還沒到我還沒擺 他已經在現場等了 哇天啊 真是像粉絲 他從沙路然後專程去那裡 我說我怕買不到 哦 而且他有時候說 吼我平常都要上班 沒辦法 就沒辦法去買 沒辦法去買 哇天啊 然後我還有客人是這樣 吼就是 我在中部的市區這裡 嗯 嗯 他也是看臉書這個 然後 他是開 保時捷的名車 哦是 名車那中買了這個 哇 我又覺得說 哇這個 感覺有被認同 嗯是 哎那麼好奇的 剛剛有提到說 你就是過去有去 可能像南投埔里去做一個擺攤市集的部分 那目前你會在哪個市集做一個曝光呢 哦 目前的話齁最近 吃得安心的 是 那你們在擺市集的過程當中 那個口味有不一樣的口味嗎 就有時候看我們的中央工廠 哦是 看最近會有什麼比較初步的變化這樣 嗯 不然就是 因為你很難想像啦 我們素食已經做到雞排 嗯哦 已經可以讓你吃到說 哎這真的是素食 哦是 它有濕的口感 好酷哦 所以你們的口味的部分是不定期更新的 對我們可能會就是像現在可能有什麼不錯的 我們都會想把它加進來 嗯 那你們曾經 因為你剛好提到說像三杯杏鮑菇 雞排跟叉燒的部分 那你們曾經還有出過什麼樣的口味的呢 其實現在也有做一些 我還有做一個類似植物肉 那我們是用那個什麼 燥燒的 哦是 是 燥燒口味的 那我覺得那個醬真的是 加上芝麻加上那個米生菜 哦天吶 我真的吃到一個簡餐的概念 那因為我們飯裡面還有加一些紅藜麥 是加紅藜麥 哦是 吃起來這個米 米是真的是很棒的 是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車子沒有噴香醇 嗯 香氣是這個玉香米的香氣 哦是 而且這個台灣的這個農業是很厲害的 嗯沒有錯 所以大多你們嚴選的食材也是由台灣本土去做一個製作的 是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顧客一個肯定的案例 那因為畢竟我們國興哥跳板也是跳蠻大的 那家人對於你創立這個品牌有什麼想法呢 當時他覺得說 你就去當U就好了 幹嘛做這個品牌 嗯 可是從我們應該是從我們吃素的反對開始 是是是 他已經變變慢慢去認同 嗯 為什麼因為當時疫情的時候 你記得嗎應該是很多的我們不能去餐廳 沒錯沒錯 你也有很像我那些美食 是 是 那時候因為我們自己開那個素食社團 嗯 我們曾經 嗯 一個禮拜 寄了好多大項的東西來 哇 我說我可以吃到就是 那些 找這個素食店家說 拜託你幫我煮一煮 我們叫今晚我們叫 這一桌的人來吃一下 哦是 一直去清那些冰箱 哦哦 然後那家人就說 有一些ok 有一些不ok 有一些覺得他沒有很認同 因為畢竟他本來是吃肉 嗯是 那我覺得就是說 用我們自己本身做取去影響別人 你叫別人吃是不是很困難 沒錯 可是東西如果好吃 就沒有分數的問題 沒錯 是是 因為吃的這個東西算是比較主觀性的部分了 但是只要您紮實的做 用心的做 你喜歡的這個產品也會有人會去喜歡 對因為像我們這個 現在我們合作這個四季村品牌的這個創辦 他的想法我覺得很ok 就是 第一個他自己本身沒吃素 嗯 可是我們這裡是一大半的同事 是做婚人來服務素食的客人 嗯 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 是 然後他又覺得說 那個招牌不用刻意寫素的 嗯 可是說實在的 我們大部分的客人 大概一半以上不是吃素 嗯 沒錯 那我覺得說 這個東西 你的食材 或者我們先 可能有一些什麼 酸菜魚 嗯 嗯 是 所以等於說可以讓原本就是吃素食的人 有不同的一個口味的選擇 那讓吃婚食的人呢 有更同不同的風味的選擇可以去嘗試 是 那我們的賈菜狼本丸呢 未來有什麼樣的短中長期規劃呢 我們是希望說 可能有更多的商品 嗯 或者是說 我們也希望可能是 平台 或者是說這些商品 嗯 或者是說將來有一些 想要做素食創業的 可以我們可以輔導他們 嗯 可能做這些推廣素食 然後或者是說 教他們怎麼從零到有 嗯 讓他以後不會說 可能走很多的不一樣的冤枉路 嗯 是 了解 那如果說未來呢 有一個年輕創業家 他也想要投身在這塊領域 那我們國新哥有什麼樣的建議的話想給他 我覺得是這樣啦 如果說他 比如說他可能想要做餐飲 嗯 那我覺得他比如說他可能做 婚食的餐飲 他就必須選說 他今天想做什麼 嗯 先去投身去餐飲業 是 看自己適不適合 因為做吃的是很累的 沒錯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啦 我們 可能你店的生意的流沒那麼大 嗯 你選地點 不夠 嗯 因為現在做餐飲的不外乎 就是人手的問題 沒錯 你地區住進的問題 是 然後你這個地有沒有裝潢 是 是 那如果你這些條件都沒有的時候 嗯 我覺得 倒不如覺得這些 就去好好的上班就好 嗯 那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又要跑試的時候 嗯 那你 你所準備的 很多的細項都好 嗯 這都是一個問題 嗯 是的 沒錯 所以我們要決定創業的時候 其實事前規劃 其實都很重要的 對 然後也要去想到一些 順利點的一個部分 到底要怎麼做 以及你的定位跟特色 還有未來你住的地點 其實都非常的重要 真的 是 好 那我們就謝謝我們的 賈菜狼本丸團長 陳國欣先生 來到我們人物專訪 謝謝 謝謝